بسم الله الحمد لله وصلاة والسلام على رسول الله نأخذ بإذن الله تعالى الأصل الثالث من الأصل الثلاث 凭博辞横辞的安拉之尊名 这节课我们讲 关于三个基础的第三个基础 ماعرفة النبي صلى الله عليه وسلم 我们认知先知是谁 نعم السلف الصالح كانوا يلققلوا الأولاد سيرة النبي صلى الله عليه وسلم 清廉的先輩们 他们都教授他们的孩子们 先知的生平 ماعرفة النبي صلى الله عليه وسلم دي تقرأ بهلى الله سبحانه وتعالى 爱先知 是一个人接近安拉的一项行为 لكن لا يمكن أن تكون ماعرفة النبي صلى الله عليه وسلم 但是我们 爱先知和爱安拉 是不是等同的 我们爱先知 是在爱安拉之下的 因为安拉命令我们 爱先知 如果一个人的心中 没有对先知的爱 那么 它是一个 非信师 我们必须要 认知 了解 学习先知的 事物 先知的名字 他是 他是 要知道先知的家族 加西 先知的父亲 是 在上面 父亲 这个 是 在前面 哈西米 这个先知的家族 是古来氏家族 古来氏家族 是 以برahim 是以برahim的儿子 以برahim的后裔 作为先知和使者的身份 他是先知 还是使者呢 他既是先知 也是使者 最早 降世给使者的经文 是那节经文 这节经文 刚才讲的那节经文 是 阿拉派遣 我们的先知 被派遣为 使者的经文 刚才讲的是 我们的使者 被派遣为 先知 的经文 他生于 麦加 然后从 麦加 迁徙到 麦地纳 我们使者 所宣传的是什么呢 我们去宣传 使者 所宣传的 使者 所宣传的 就是 讨厌的 去警告人们 去警告人们 要脱离举办 对所有的人 对阿拉伯人 对特别的人 以及整个半岛 阿拉伯半岛的人 不只是这些人 我们的先知 他被派遣给全人类 所有的人 包括人类 还有被派遣给精灵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什么意思呢 他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 凡是 启示 启示的消息 传达到 传达到 他的人 他如果不去归信 都是 不管是 人类 还是 精灵 不管他是 犹太教徒 基督教徒 还是其他人 以前的先知们 先知和使者们 被派遣 只是被派遣 他自己的民族 而我们的先知 被派遣给全人类 以及所有的精灵 这就是 伊斯拉姆的宗教 这种 我们的使者 被派遣于此的宗教 是全美的宗教呢 还是 有缺欠的宗教呢 这个宗教 伊斯拉姆宗教 是全美的宗教 这种全美的宗教 我们在此上 不能再发生 任何的异端 不能增加 我们在宗教当中 增加一些事情 从我们自身 增加一些事情 去崇拜阿拉 实者是不是 已经归真了呢 是的 因为阿拉 规定了 每一个被造 都要尝试死亡 每一个被造的生命 都要尝试死亡 我们的先知 所做的 都是阿拉 所命令的 阿拉 所命令的 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 是讨厌的 是讨厌的 阿拉 启示给使者的 是全美的 没有任何 这个缺陷 使者被派遣到 迈地纳 被命令 迁徙到 迈地纳之前 三年 就已经 规定了 午饭拜公 阿拉 然后他亲自 颁布了 这项命令 然后先知 从 迈迦 迁徙到 迈地纳 三年 其中在 迈迦的三年 然后十年 在迈地纳 然后归真 十三年 十三年 在迈迦 然后 十年 在迈地纳 然后十年 在迈地纳 这就是 使者 十三年 在迈迦 十年 在迈地纳 宣教的 过程 祈求阿拉 保护我们 使我们都能够 进入乐园 使我们来 遵循 这个 使我们 紧紧地抓住 使者的盛行 或者是 进入乐园 感谢观看